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6月11日,香港前刑事检控专员,英国大律师江乐氏,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表示, 为香港国安立法的时机恰到好处,有利于制止分裂行为,增强外企投资信心。 江乐氏认为,过去一年的修理风波严重损害了香港原有的繁荣稳定, 大量公共设施、银行、店铺被砸,造成经济萧条,引发失业率飙升。 他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不能继续忍耐下去。 他表示,当下是立法良机,中央政府有权利和责任管理涉港国安事宜, 通过涉港国安立法合情合理合法, 法律给予警方和法律机构处理国安问题更大的空间,保障一国两制,行稳志愿。 来发生了立法律的职取法。 中国的国家等待会被判断了这个出发, 因为它是一个责任的责任が会负责于香港国家。 当下来立法会有立法律的通过, 刘法律和职务局的职务。 刘法律和其他公司正在职理关系的职务。 对法律的职务更加稳定。 刘法律将更加稳定的安全保护。 江勒氏表示香港反对派近日勾结外国势力 一再对涉港国安立法说三道四 很明显香港的分裂活动得到了境外势力支持 他说香港很多暴力涉及港独主张和分裂国家行为 许多西方政客却持双标态度 在自己国家反暴力 但支持香港示威者 而且这些人在其他地方似乎希望香港能够坐下来 和接受这种状态的状态永远 是的 这种状态的状态是极限的 没有国家在世界上承受这种状态 在香港做了几十年行俭工作的江勒氏强调 涉港国安立法只针对极少数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人 不会影响绝大多数的市民 江勒氏也观察到涉港国安立法一公布 很多大型外资机构纷纷表示支持 他认为法案有利于打造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 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让外资更有信心投资香港 那只能贴耗